今天我們一年去Angela游不視網紅心心靈語就是烈光之群 兄弟群體體驗出那些力量及種種的轉變 就這樣就在這個桌子啦 第五前語道 那... 下去啦 你們一定要了解自己 認知自己一定要成就自我 顯現出自己內在的性愛神基督 因為這些我們會不厭其煩地反覆 告訴你們關於性愛能量的巨大重要性和力量 我們會不厭其煩地反覆地對你們來說 在理論上網紅已經教過你們很多東西 而現在我們又想請你們忘掉自己的頭腦 知力甚至忘掉我們教你們的那些 以便開始去體驗自己內在的力量 我們可以告訴你們 你們能夠創造奇蹟 即使是誰死的人 都可以藉著性愛去起死回生 而性愛這股你們 可能想像不到的力量 就居於你們內在 而你們可以把這些巨大的能量傳達出去 在目前這個時期 最重要的就是學得 學會 怎麼懂得怎麼運用這個巨大的性愛能量 你們沒有在實潛中充分運用這一股潛臨 要知道你們可以用性愛能量提供的很大幫助 你們可以幫助自己並幫助周圍的人 要想提供幫助 你們不需要說話不需要再一起 儘管當你們人數更多時提供的力量會強大得多 你們只要冥想時 意識到居然自己最深處的性愛 只要把這些性愛投射在自己的周圍 即是不只向某一些永確的人或物 投射在你們地球母親上 或者整個宇宙當中 那它對於生命來說就將是可貴的 對於你們自身來說它將是可貴的 因為當你釋放這一股能量的時候 即使自己的心 自己的生命對於性愛能量開放了 那性愛能量就會帶來你們性愛之軟的能量 與你們的性愛能量融合在一起 你們內在的性愛與宇宙性愛是一樣的 且兩者應該融合在一起 人類存在於我們與性愛高層是無區別 唯一區別的就是 也許你們不知道自己之所事 並被關閉在物質身體裡 很快 你們就會將物質身體中解決出來 我們並不是說你們將會死去 而是說你們將使自己的物質身體 轉化為一種精妙得多 輕盈得多的震動 這樣你們那條物的肉身就將被改變 而你們將閃耀出性愛與性光 對人類來說 一些非常偉大的時刻 正在醞釀當中 我們指的並不是那些很艱難的時刻 目前我們不去談這些 我們想說的就是 那些處於性光與性愛之中 處於高級意識之中 處於脫變之中的偉大時刻 你們將越來越多地感受到自己 周圍的總筆有種不一樣的能量 將感覺到肉身中像 針吉般的痴養 有時還會感覺到自己不再揽摩 條物彷彿輕盈了很多 移動起來都比以前輕鬆治癒 甚至好象沒有接觸到地面 這些內在的一切都將變輕 你們的意識將被照亮 因為重不重的聚幕將會墜落 要達到這個程度 你們還得不斷不斷地去清洗 阻移自己提升的各種廢氣物 我們尤其是請你們相信自己 愛自己 愛生命 愛出現在自己面前的一切 無論是人或是你們目光所及 或是任何事物 而且是單純地為了愛而去愛 一些神奇的日子正在為人類醞釀 在這日子裡你們將終於看到我們 那時你們的光之眼 那能看到物質之外 三圍之外的眼睛將會 將終於震開 你們將會是不一樣的感知力 那五種感官還會有 甚至還會多出兩種 那時你們學得運用這些感官 而不受其干預 你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某色層面 也越將看到越來越多的性愛 看到自己真正的實相 你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 自身身為有一團非常明亮的光云 這可能是持續三分之一秒 你們將看到那些光云是白色的 但越來越多呈現出是金色 金黃色 你們說會學到自己的光體 梅耳 卡巴體 碧王技 你們的肉體和各個的能量體 都是浸活在你們內在的基督性愛之中 你們的人性意識一定是 從神性意識融合起來 醒覺 將通過某些經歷來實驗 將通過有時比較痛苦的個人經歷來實驗 你們將透過自己所愛的人梅耳 體驗到這些體驗 經歷 日齊都是為了讓你更快地進步 有些人雖然痛苦經歷 比別人少一聲 但不管怎樣 每個人都集中精神 為自己的起飛做好準備 你們的真道頻率 將不再過去地 把你們釘在地上 一切都變得不同 你們身體發出的音樂 將會細止得多 輕盈得多 別忘了你們每個人都發出一個聲音 以後要 請你們多多祈禱 不一定是非用某種宗教的言語 祈禱是致敬 就是愛 就是歡樂 就是有信心 如果你們在祈禱這種所求的東西 沒有立即吸引你們 往往是為了你們 因為你們說 沒有準備很超越自己所體驗的經歷 而立即經歷將讓你們劃使一能 可能讓你們獲得巨大的轉化 我們在這個聖光高層的存在 請你們越來越多地 與我們偷通 盡情可能地 觀賞我們與我們連接 好了 感謝這個blog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讚 這個訂閱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